照它的规定 还是希望到场能方便呢 给我一个饭喝 你从这里想 问题解决了 所以处处为别人想 天下就和母相处 什么问题得解决 所以处处坚持自己的原则 是不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但是佛每一条界都有开云 不是四般的 这是佛徒令我们尊敬的地方 连啥道淫妄都有开云 如果说是死在界条里面 一定要这么做 决定没有开云的 这是犯戒不是持戒 戒律是应当开的时候开 不开就犯戒 应当持的时候持 你要是开了就犯戒 这是智慧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大家没有学过戒 也没有人讲戒 根本就不懂 这个就叫迷惑颠倒 迷惑颠倒 做错的事情就太多了 造作的罪业 通通通有果报 不能说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就没有罪 这是讲不通的 不知道罪亲 知道的时候 明知故犯 最重 通通都有罪 如果以慈悲心 这个人敢过的时候 我愿意供养他 我愿意代他受罪 这个人就是菩萨 佛菩萨也尊敬他 为什么呢 慈悲心出现 我宁愿受处分 我也要帮助他 所以这个佛家讲了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为什么下地狱呢 我愿意要帮助众生 救苦救难 我宁愿下地狱 这是地藏菩萨的 不是普通人的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如果我今天 是道场的这个管理 管这个事情的 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人 为什么呢 既然照顾人饮食 这个茶水 我就要做得很周到 能有慈悲心呢 对道场来讲呢 是天赋 这个道场里面 好的风气 传出去之后 别人对你道场尊敬 如果说是 非常严格 人家说 那个道场是戒律严格 但是怎么样 没有人情 不同人情 你是很严格 做得很如法 实际上如法 也不见得如法 我们学佛 学了这么久了 你真正懂得开车吃饭 那叫如法 不懂开车吃饭 照着自己意思 就愿意孤行 不如法 这都是值得我们 要反省 要减点的 应该要怎么样改良 要是我的话 道场这么严格 我会带他到外面去吃 我请客请他 这个都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我希望别人这样对我 我就会这样对人 我不希望别人这么对我 我就不可以这样对别人 所以卸身处地 替人想 这是菩萨 处处为我想 为我道场想 为我家想 都是属于自私自利 这个要懂得了 学佛没有别的 学智慧 同学当中也可以如此 如果同学看到的时候 我们是同学 道场有没有 没有照顾到的 我看到了 我们就有义务 照顾到 这个都是应该的 人没有别的 爱人 今年元旦 我写了一句字 给大家 共同来勉励 希望在今年 我们学到谦虚 谦卑 希望能学到 尊重别人 爱护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有没有做到 需要帮助的人 要帮助他 需要关怀的人 要关怀他 这个人行菩萨道 这个人是世间的善人 我没有看到这个事情 我看的这个事情 我不会说是不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 也在请问 何谓心病 六道凡夫都有心病 什么叫心病 心不正常了吗 什么人心里没有病呢 阿罗汉以上 他们的心没有病了 心里最严重的病 是贪嗔痴 我们常讲的 自私自利的心 是非人物的心 共高我慢的心 那么要照 六足大师 谭经里面讲的 十五八戏 一切 不善的习气 全是心病 佛菩萨的教会 完全是对质心病 叫我们 修时山 断食物 这些年来 我们提倡 从根本修起 学笛子规 学感应品 学十三叶 学沙米略义 全都是治心病 心里健康了 不但你身体健康 你家庭后目 你的影响呢 就是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世界为什么这么乱 众生为什么这么苦 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心病了 这个要懂得 下面一个问题说 为何有些人 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应如何修学 才能在大环境 磁场 不好的情况之下 不受影响 这个问题 问得好 不但是 佛门同学 事法里面 做人 都不例外 那么今天 外面的大环境 是什么呢 是真名助理 俗话说 一切向前看 一切向前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